女生最愛的逛街 講到逛街就知道了 男生就是愛買鞋子 可是因為我工作 因為我就是工作需要 其實我不太愛買 高跟鞋 高跟鞋跟球鞋都會 對 就是都會 然後有些我的鞋子就是 我不需要買 就是會一直來 對 可是我老公看了就會眼紅 你才好 好羨慕你 你比較好嗎 你沒有吃的說別人 對 沒有吃的 但有時候逛街逛一逛 有時候我在買東西 我老公就會開始蠢蠢欲動 然後我就會說 你確定你要買嗎 你不是上個月才買了什麼什麼 他就會說你都可以買 為什麼我不能買 我就說可是我買都是為了工作 我不是真的想要品嚐穿它 或者是想要訓給人家看 而且我也不是像你買一雙鞋 要好幾千塊一萬多塊 我說我都是那種 隨便便宜的買一買 為了工作穿這樣 他就開始不開心 然後到後面他就出大絕招 他就會在家裡 就是平常我們沒事 在家裡的時候 他就會用手機一直截圖 然後截到那個聲音 我就會問他說 你到底在幹嘛 因為截得有一點誇張 可恥 然後他就說 沒有 再截一些圖片 然後臉抬起來就是小狗的眼睛 就水汪汪的看著我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會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那個水汪汪的眼睛 我就會自己自動的問他說 在截什麼圖這樣 妳就知道他截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 因為我都不能買鞋子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有一個網站 也太多了 他說我就有一個網站 就是專門在看一些限量的 或者是最新的鞋子什麼的 這也太多了吧 然後他就會這樣拿給我看 然後說這些都是我珍藏很想要 可是你都說不能買 好可憐 然後 對 就很可憐這樣子 就很可憐 然後他每次這樣子的時候 就剛好譬如說要情人節了 或者是他要生日了 或又要幹嘛 就是一定會有某些節日 即將到來 然後我就會其中挑個一兩雙 就是買給他 就還不是要買 然後他就用另外一種招式 讓我讓他買球鞋 然後他就說 我也沒有別的嗜好 我也不出去玩 我只是買鞋 那你不出去玩 那你幹嘛買鞋 你不穿鞋出去 他還跟我說 黑人哥上次不是也跟你講 不要阻止我買鞋 真的啦 你 就是你啦 對啦 這樣子家常話怎麼拿出來 你啦 我跟你講這是 這個是很少 因為他已經搬了30幾雙鞋 回我婆婆家 這是他 就現在這整櫃都是他的鞋子 他留鞋盒了 然後我們另外 幾號 11 他有另外一個小房間裡面 疊了大概也是10幾 20雙的鞋 還不包含 他穿了一兩次就不穿 送給人家的鞋 他鞋超級多 多到我們家已經放不下 客廳地上都是他的鞋 天啊 怎麼能一直買 而且真的 一個月就穿那一次 他也不會再穿 你剛剛跟MURMUR說什麼 太過分 太過分 我說不行 你不要再交換人家了 關於球鞋這個是 男生是有時候會是喜歡 不會偏直 不會偏直 因為這種就是一種經典 然後一種Fashion的源頭 而且他那時候還跟我老公說 這一雙怎麼可以沒有 這一雙怎麼可以沒有 每一雙都有 他回家就問我說 黑人哥說怎麼可以沒有 有一些是排隊的 要抽號碼排隊 然後拿到以後 跌著 不能沒有你 工作 我覺得兩個人不能做同一個工作 那所以那時候 我老公就覺得我很無聊 都是閒在家裡 他就會一直盯著他 他就會不要讓你盯著 他就會說